嗨,我是不点 趁着周末休息 来搞一搞我超爱吃的波波鸡 外面卖的很贵 而且量真的很少 所以今天的晚餐是 波波鸡配酸辣粉 还有橙汁 这是我们今天要用到的食材 快截瓶 下午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先来做波波鸡 其实波波鸡不一定要用鸡 但是我用了鸡 先把鸡煮一下 葱节,姜片,料酒,水 水可以多一点 煮开后中火煮五分钟 再关火焖八分钟左右 煮的同时呢 我们可以处理一下鸡心 还有鸡蒸 水开后再放 放入料酒和姜片 大火煮开后 中小火煮十分钟就可以了 捞出放入冰水中 鸡肉呢 也放入冰水中 这样呢 可以让它们吃起来更加的爽脆 冷却以后呢 我们先把鸡的胸骨 还有鸡腿骨去掉 再切成四口大小 骨头再次放入原来的鸡汤锅中 小火慢炖三十分钟 熬煮成鸡汤备用 鸡心和鸡蒸改刀 其他的蔬菜呢 也需要改刀 可以切的稍微薄一点 这样呢 也方便入味 然后我们用竹签 把这些食材都串起来 竹签呢 最好是提前浸泡清洗一下 鸡肉 鸡杂 蔬菜 豆制品和鸡纯蛋 真的是超超超超级满足 其中的蔬菜和豆制品呢 需要另外再过水 穿熟一下 放到一个容器中 稍微大一点呢 因为我们的食材很多 我是用了电饭煲内袋 接着呢 我们来做汤底 锅中加入少许油 加入皮鲜豆瓣酱 炒出红油 再加入香辛料 便炒出香味 舀入我们刚才煮好的鸡汤 感觉就很鲜美 大火煮开 再小火煮十分钟 把汤里的香料 捞干净之后 倒入密制红油麻辣汁 红油麻辣汁的具体用量呢 我写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截一下屏 搅拌均匀 尝一尝咸淡 可以适量的再加一些盐 将红油汤底舀入串串中 浸泡入味就可以吃了 大概两三个小时 布布鸡 夜幕降临了 我们可以来制作晚餐了 酸辣粉和波波鸡真的是非常的搭 红薯粉呢 我已经提前泡上了 先来做一份肉酱 锅中倒入少许油 加入五花肉炒至变色 倒入葱蒜末炒出香味 再加入一勺甜面酱 还有皮线豆瓣酱 翻炒均匀 加入少许的盐和白糖 调味就可以了 接着呢 我们来打个碗底 具体的调味 在屏幕中有显示 再舀入两大勺鸡汤 是刚才波波鸡用剩下的 搅拌均匀 调好后呢 自己尝尝味道 还是以自己的口味为主 泡好的红薯粉 放入开水中煮熟 可以加几颗小青菜一起煮 倒入碗中 加入肉酱 酸豆角 榨菜 花生米 花椒油和红油辣椒 最后放上香菜就可以了 酸辣粉 准备开饭 拿出要吃的几个串串 浇上一点红油汤汁 再倒上一杯鲜榨橙汁 来一起擦碗饭吧 浇上来 满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